因為你們中國那邊的人就很喜歡講一些這種諧音梗啊對不對 NMSL 還是什麼SB 都很喜歡拿一些代稱去罵別人 那你要怪別人敏感我覺得也說不過去啊 因為你們一直以來都是用這種陰陽怪氣的方式在罵別人的啊 那這個時候呢 你怎麼會怪大家覺得敏感 就明明最敏感的就是你們啊 有一個東西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這個T1的科目四事件啊 有跟的話應該會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簡單來講呢就是最近 LPL那邊 應該說 中國樓圈那邊啊 會拿科目四這個詞 來 罵非可 那昨天T1的官方微博呢 就發了一篇聲明啊 他說距離英雄聯盟賽事這個是LPL的官方微博 發佈極具爭議性的微博 已經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了 我們作為海外戰隊和國內溝通渠道有限 所以處理的時間較長請大家見諒 總之呢他說 經和官方溝通後給出相應的解釋 並在積極處理死事 簡單來講的就是 我溝通了但是還沒有結果 可是呢 在這邊文發佈後大家有發現一件事情就是原本T1 的微博啊 官方微博 有跟LPL的官方微博有互相追蹤 但是T1現在把它解掉了 那再加上第一句這個啊 距離英雄聯盟賽事發佈極具爭議性的微博 說明了T1覺得說這一句 前一個發文啊就是提到那個科目4的發文 是有不妥的地方 接下來呢英雄聯盟賽事就LPL官方 也在底下回了說 聯盟關注到因范唐文宣 所產生的討論已經和T1溝通 誠心的誤會非而是值得尊敬的選手 范唐宣發所用的文宣僅為介紹嘉賓近期動態 請大家不要過度解讀 那這個事情的這個 起因點啊 主要是因為說這個裡面的一個主持人叫做毛毛 他是一個賽品 那他在前陣子呢 說要去考 中國那邊的駕照 中國那邊駕照好像有分4個科目吧 就被講成是科目4 總之呢 他也要去考那個駕照 所以范唐可能那篇文是指那個科目4啦 這件事情他就說 到底跟我有啥關係啊 我最近真的沒時間去約科4考試啊 文案也不是我寫的 所以醒來發現全是對我的人生攻擊莫名其妙 其實這件事情呢 就 很微妙囉各位 你們知道很微妙的點是什麼嗎 毛毛在這邊說 我最近真的沒時間去約科4考試啊 代表 他近期 壓根沒有要去參與這個相關的事件嗎 那為什麼 英雄聯盟賽斯要說 僅為 介紹嘉賓近期動態 那或者是說為什麼要拿這個科目4當作梗 放在文章上呢 我覺得這個是目前大家 比較在意的點啦 而且這篇文啊 其實這句話不太順 麻煩無敵的解說毛毛 關閉刷科目4經驗的手機 保持安靜 什麼是刷科目4經驗的手機 你要說關閉刷科目4的手機保持安靜 那 就算了 但 科目4經驗大家就覺得說這個東西 整句話不順 總之呢現在就是 中國樓圈啊已經開始進入一個 大諧音梗時代啊 T1之前的文章裡面有提到 態度兩個字啊 就被拿來說 諧音是台獨啊 這個是 目前 比較有趣的地方啦 大家聯想力非常豐富啊 感覺又是我們彎彎要扛這個責任了 怎麼又跑到台獨這裡來 最敏感機的一集 你不說我跟我聯想不到這個層面 抗霸玩多的是這樣子 反正啦 我看了蠻多留言啦 主要都是 就是LPL那邊的粉絲會覺得說 T1的反應太大了 或者說T1粉絲的反應太大了 真的有點逆天了 要是毛毛拿了個駕照發那些還可以說是官方帶節奏 關鍵是 人家真的沒拿到 而且還正好是這個節點有點莫名其妙 我自己的觀點是這樣啦 各位 我覺得這件事情 非常微妙的點就在於說 2020年的時候 康拿在 MSC的時候 亮了一個老鼠 被罵了幾年 都有印象嗎 LPL粉絲竟然說了敏感 況且是這個詞 在近期已經被重複使用很多遍了 那 你說今天你是個KOL 講講這種東西就算了 但你今天是LPL官方 基本上你要去避免一些敏感詞彙 是很正常的呀 康拿的那個老鼠 到底被罵多久 我覺得起碼兩年嘛 對吧 就他只是亮一下喔 他也沒選 就被講了兩年 因為那個時候老鼠剛好被 新冠肺炎嘛 對吧 被牽扯在一起了嗎 瘟疫之緣嗎 老鼠在中國那邊的名字 還有另外一個點是 我覺得啦 中國LOW圈的粉絲也怪不了人 為什麼 因為你們中國那邊的人就很喜歡 講一些這種諧音梗 對不對 NMSL 還是什麼 SB 都很喜歡 拿一些代稱去罵別人 那你要怪別人敏感 我覺得也說不過去啊 因為你們一直以來都是用這種 陰陽怪氣的方式在 罵別人的啊 那今天 這個詞已經算是廣為流傳了 起碼在LPL的 圈子內啊 英雄聯盟圈內啊 在中文LOW圈裡面啊 不要說多數啊 有一些人聽過的詞了 那這個時候呢 你怎麼會怪大家覺得敏感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 沒有邏輯的點啊 就明明最敏感的就是你們啊 但是你又覺得別人敏感 那現在呢 這個詞 也確實有人這樣用嗎 而且還不少嗎 那我們的最低要求 我們T1 粉絲的最低要求就只是說 你官方 不要自己也下來用這種敏感的詞彙嘛 就盡量避免嘛 那就你就要用 然後被燒 現在怪大家敏感 對不對 今天最主要的問題是 他是 LPL官方啊 那我們在看完 T1取消 關注 LPL官方微博的這個動作也知道了 其實T1官方 是沒辦法接受這件事情的嗎 總之呢 這件事情我是覺得 會不了了之啊 現在LPL官方也沒辦法道歉啊 我覺得已經是下不了台的 情況了 現在他如果 一放慫的話 就會像統神一樣 一道歉下去 連自己人都沒辦法停了 現在LPL就是要 使命抓的這個論述 就是誤會啦 哎唷 一切都是你們太敏感啦 這樣子討厭LCK的人 才有辦法幫他們 繼續戰勝嘛 對不對 如果今天呢 不繼續使用這個論調 那反而是跟T1道歉了 確實是他們的不當 那反而是說 討厭LCK的人 會反過來也罵你 對確實 如果現在要處理的 比較平淡的 就是完全等風頭過 就不要再討論 而且你說你 噁心誰就算了 你噁心英雄聯盟的 唯一的神 你噁心的是 而且你那個梗 還不是只罵他的 是罵他媽媽的 這個 對吧 柯木寺這個梗 是攻擊菲克媽媽的 而不是攻擊菲克本人的 這才是最該死的 說真的 唉 能怎麼說呢 就是這樣子 反正 這個事情也不會有結果吧 不可能出來道歉 他就是會一輩子 就是放在這裡 成為一個 懸案 對對對 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看到 你們一定會笑出來 欸 他怎麼刪了 這個人刪了 好 沒關係 好險我有截圖 韜伯首席觀察員 封面 所有人都必須經歷的事 出生 死亡 和 菇魯菲克啊 啊 哪一隻 內容反串 我不知道他這個影片已經刪掉了 已經無從得知他到底想表達什麼了 但是 他的封面 對不對他就是想要吸引別人點進去嘛 他這個封面就代表他的立場嘛 合理吧 你都把影片刪了 你總不可能說 我沒有把你證實吧 你就沒影片了呀 你的封面當初就是這樣下的呀 好險我有截圖啊 這個這麼好笑的圖 有沒有截下來啊 有件事情我會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最近 花了大概 快兩萬塊在買T1的周邊吧 就 T1最近有出那個娃娃嗎 我各買了一隻 然後 菲克多買一隻 啊 我還買了三個 鍵帽鑰匙圈 再加上 一些石油杯有賣的周邊 反正啦 我就請代購 林總總買了大概兩萬塊這樣子 因為那個貨啊大概是 九月 的時候會收到 所以我大概 會在九月還是十月的時候 辦一個抽獎給大家抽啊 就是有訂閱的人 啊那個娃娃一個 市價好像一千多吧 我應該會抽娃娃各抽一隻吧 每個人的各抽一隻 然後 鑰匙圈也抽出去 然後還有買一個什麼 小麗牌吧 小麗牌也都抽出去 反正 基本上那些東西對我來說沒用 我只留一個 FAKE娃娃就好了 還有什麼 我想一下我還要買什麼 我買FAKE對服 還有G2對服 因為我猜啦 世界三應該用得到 所以我就都買 我把 我石油杯 賺T1粉的錢 全部 又花掉了 我來接聽說的 對服製 我來接聽說的